富里香公所今年荣获经典小镇的殊荣 特别在26号的下午在东里填马驿站 举办了109年富里香漫游三城小镇农产音乐市集 继实在有趣的经典美食发表会 另外还有109年原香产业继亲子中秋烤肉的体验活动 重现了经典小镇富里香精彩多元的米食文化 乡亲民众热情的到场来参加品尝在地多元的美食 山巒云雾飘渺 铁道火车与隧道田区相互回应 在三线最美丽的车站东里旧站中 富里香公所109年 富里香漫游三城小镇农产音乐市集 继实在有趣经典美食发表会 以及109年原香产业继亲子中秋烤肉体验活动美味登场 乡长陈荣冲亲子上阵 向大众介绍富里香在地的经典美食 富里唯一的老店 老店 这个要几百年了 你看它那个韩鸡拼 鸡豆沙 不论是百年老店美食 还是融合新著名的饮食料理 或者返乡青农创新研发的米食糕点 每一道道的美食料理充满了富里在地的饮食文化特色 美食经典发表会上 镇港富里道地的饮食文化滋味 也成功征服现场来宾的味 酸豆呢就做成熟烤的方式 也正因为富里香有丰富多元化的米食文化 乡公所也大力辅导推广 今年度就以富里经典米食文化 成功角逐观光局2020台湾经典小镇2.0的殊荣 乡长陈荣冲除了感谢乡亲民众的支持力挺 也希望借此让更多游客民众来富里游玩做客 品尝富里香的好滋味 那我们富里香的这个经典小镇的特色呢 就是以我们的富里米为主要 然后一些这个客家美食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做的手工艺 像我们那个斗笠啊 还有他们自己种的水果 都是用在当地的这个食材 所以我们尽量来让我们这个返乡的青年 能够再给他有一个机会曝光 让他们自己的生产 自己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 能够给我们全台湾省都知道 富里香经典小镇2.0经典美食发表会 从平地农田的米食部落原味 到六十淡山的金针蜜香红茶饮食 多元丰富的美食饗宴 从平地一路品尝到高山 湘工所借着经典小镇的资源力量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强力推广行销富里香的特产特色 为富里香创造更多的商机 记者是玉兰富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